咱们在那儿搞篝火晚会 又唱又跳 我跟亦凡也混进去 还蹭人家酒喝 玩得挺开心的 你就一点都不想家吗 家里还俩活步吗 偶尔会想啊 回来一看 你们都挺好的吗 小莫在我爸那儿 还学会下象棋了 不是挺好的吗 本来老以为 这个家里我最重要 谁都离不开我 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我想过几天再出去玩一趟 你不反对吧 想去就去呗 我要如果 成这么一个贪玩的老婆 你不会休了我吧 我回来 你洗个澡吧 你洗个澡吧 我等你 好 我睡衣呢 你把我睡衣搁哪儿来 问你话呢 我睡衣 问你呢 睡衣 你这两天都没回来住啊 没有啊 我天天都回来住啊 我走的时候把睡衣 叠得好好的放在这儿 现在他们还在这儿 好 我们公司这两年太忙了 我又回来太累 我连澡都没洗 倒头就睡了 连睡衣都没换过 你别骗我了 你从来都没有不换睡衣 就睡觉的习惯 我们在一起十六年了 我太清楚了 你去哪儿了 是去他哪儿了 什么我去哪儿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说清楚 你到底去哪儿了 是不是去秦山那儿了 你说呀 怎么会这样的 你不是告诉我 你回来了 要跟我在一起 跟他断了吗 你不是跟我说 你可以回家 可以重新跟我在一起 你不是告诉我 你回来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 够了 够了 别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 够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行不行 我跟他本来是要断的 是你不信任我 是你找人跟踪我 我才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我们之间 连夫妻最起码的 一点信任都没有了 你和我现在都变得很敏感 我不想再演戏了 我不想演了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 是我不好是我错了 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会这样 他们都是会背着脑部 我 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已经接受了 没关系 我可以原谅你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我希望你能回来 真的 我已经可以原谅你了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 听我说啊 听我说 这不就是玩玩而已吗 我已经打算 我跟他不是玩玩 我还伤到了 我现在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 我都快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想再欺骗我自己了 不想欺骗你 我不想欺骗任何人 没有意义了 我 我人快崩溃了 我这里快崩溃 对不起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